大家早晨 星期六 港股周末分析 今天的讲题是 恒生指数的中线首选数浪方式 我先看看 今早我和大家做的表现 恒生指数、阴阳烛、周线和中线 很久之前 我们见到圆圈三浪 大浪 循环浪顶之后 市场回落调整 细分为 第一级的 渠户A 渠户B 和渠户C 去找 圆圈四浪底 我今天的数浪方式和之前的 有点不同 更改了 转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 我记得好像是四月初 那次比较短线首选数浪方式 但之后的发展 并不如预期 虽然 那个首选数浪方式 短线 依然未被否定 但 成为事实的机会 已经下降了 我现在看到 这个 今天比较这个 我由中线数浪方式开始 让大家容易理解 成为事实的机会 较大的 这个数浪方式 对中期后市 是挺乐观的 大家看看 主要为何令我乐观呢 因为我看到 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 明显高 这个低位 好 谈话休蹄 我们来讲讲 之前 刚才说了 我分为 括弧 A 在前面 看不到 括弧B 又是括弧C 括弧A B C 整个 圆圈四浪 就完了 这是罗马数目字 大罗马数目字 4 完了 要讲讲的就是 这是一个中级 一个大的数法 里面的小 我没有数 不要和大家浪费时间数 但这里我稍后要讲一讲 因为这里 有少许变化 可能 令到中级 向好的形势 不是我们预期的 还有一下跌 才能完括弧4 为什么要给这个表 这个表 因为可以画到 圆圈 不如回到经济通 HV2 的版面 一样 只不过这里没有了圆圈 因为我画不到 大家知道这是圆圈 圆圈 先讲 这个A 转过一点 这个括弧A 是在什么时候完的呢 这算是周善图 是在2020年3月20日结束 那一个星期就 找了底 就看了 21139.26 然后 反弹上去 即是 括弧A 完了之后反弹上括弧B 括弧B的顶 在2021年2月19日结束的星期 在31183.36 看到的 集中看就是括弧C 括弧C 亦是整个圆圈四浪的最后一个跌浪 是分为低一级的5个浪 大家看到 1、2、3、4、5 很清楚 1 1 1浪呢 是 2021年3月26日结束那星期的低位 是27505.08 然后反弹的2浪呢 是 2021年6月4日结束那星期的高位 是 294 90.61 再下来是一个三浪 那这个是什么 是括弧C中一 括弧C中二 括弧C中三 或者你再详细地说 可以说 圆圈四中括弧C中一 圆圈四中括弧C中二 现在找圆圈四中括弧C中三 的终点 就是在 2021年10月8日结束那星期的低位 2368 1.44 然后 但圆圈四中括弧C中四 的高位 是 2021年10月29日 的高位 26234.94 这个四浪 简称 是 的顶 是低于一浪的底 所以是成立的五个浪 1234 到此为止 熟悉波浪理论的朋友 都不应该感到很难理解 但是跟随来 就复杂少少了 一会儿 是 对 这边 是 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